現在在機場準備回台北 在五分鐘就開始辦理花位 我們來比較一下回程餐食會不會比較好 然後順便看一下大阪機場的貴賓市長的怎樣 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怎麼認識航空公司 日本航空的LOGO叫做賀丸 因為它這LOGO裡面有一個賀 然後那個丸呢就是一個圓圈圈 雞尾巴有一朵梅花的這個是中華航空 哇這也隆重的介紹一下 這是南方航空號稱有全球最多飛機的航空公司 遠遠看感覺是一顆太陽要奢侈的 這是菲律賓航空 做了小的百度車 下車之後我們趕快去看看貴賓市到底有什麼 然後吃一點早餐 他們的貴賓市真的超大的 大概比台北的貴賓市大一倍多左右 喜歡喝酒的朋友最高興了 因為他們提供的酒類也非常的豐富 有梅子酒、啤酒、威士忌 當然旁邊還有茶包 另外這邊也有一點小點心 還有沙拉吧 當然早餐不能缺乏的就是 吐司、火腿、炒蛋 另外這邊麵包選擇也挺多的 還有一些小的蘇打餅乾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他們的咖哩 他們的咖哩比較偏甜 但是又有一點辣 所以很開胃 這一區的貴賓市跟台灣有一點像 一樣人非常少 一個個的位置排列的非常整齊 之前有網友說 這看起來有一點像老幹部要開會的辦公室一樣 但是這裡的環境非常的安靜 而且很乾淨很乾淨 其實還沒有坐的時候就能覺得是非常舒服 如果你是一個人自己搭飛機的話 一定會怕沒有人幫你顧行李 這邊有免費的櫃子可以上鎖 這次我們回程坐的飛機機型是波音787 很新款的一個飛機 不過由於我們飛回台北的時間 大概只有兩個半小時 這種短程線的商務艙是不能躺平的 不過位置也是比我們來的時候 棒很多 空間也比較大 大阪的機場是蓋在海上 是填海得來的 所以飛機起飛不到兩三秒鐘 拉高的時候 就能看到旁邊周圍都是海 回程的料理 跟來的時候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也是一格一格的小格子 我覺得裡面最好吃的是什麼 大盤子裡面的那兩塊燉蘿蔔 特別介紹一下這一碗味噌湯 這一碗味噌湯來得剛剛好 符合一大早沒有食慾的我來喝 這喝下去整個身體都非常的溫暖 謝謝你們看完這五期的節目 讓我們看看下一期要去哪裡玩 請看下一期節目預告 OK 太好了 還沒有節目預告 因為我們還沒想到要去哪裡 所以你們還是暫時先期待一下吧